我们再来看下面的 比较常用的一个重建曲面 选择要重建的曲线或者曲面 我们选择右键弹出来这个点数 还有它一个接数 我们通过改变这些来看下来最终的一个效果 预览一下 确定 通过改变它的点数和接数之后 由它的一个曲面 也会相应的去改变 这就是一个重建曲面 我们再后退一下 我要接着再讲一下这个 取消修剪 我举个例子说 我们首先来画一个圆在这里 将这个面进行 修剪 确定 现在这个地方已经被我们 减了一个洞在这个地方 那么我们要将它来修补回来 可以选择这个命令 叫做取消修剪 选择 然后点击 这个破洞的一个边缘 点击破洞边缘 它现在就已经出来了 这个就是取消修剪 这个就是取消修剪 我们将这个地方删掉 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 同样我们再画一个圆 然后将其他部分进行删掉 删除 删除之后我们来打开它的控制点 来看一下 选择这个开启控制点 它现在控制点 是一个虚拟控制点 所以说我们现在如果说要编辑它的话 我们可以将它的控制点进行回缩 也就是缩回曲面 我们先后退 好 选择这个缩回已修剪的曲面 这个是已经修剪过的曲面 我们点着 选择打开它的控制点 我们来看一下 现在跟刚才的区别 就是这个已经是回缩后的一个面 好 关于展开这个有些同学在工作当中也会遇到 我们来看一下 画一些机械零件 以后要将这个面来进行展开 这里我也简单的强解一下 好 我们先将原来这边这个进行删除 比如说我们的一个零件 那么我们现在将这个完全的展开之后是什么样子 选择右键 展开后 这个零件就是由这些面来组成的 好 关于曲面工具这一块 我就暂且讲到这里 我们接着来了解下面的工具 这个是画实体的一个工具 这是比较常用的一些命令 从这个工具栏里面我们就可以看出 我们将要绘制的各种实体 这个是立方体 这个也同样可以输入相应的数值来进行绘制 20 然后再输入30 再输入它一个高度 比如说20 这个立方体 这样就出来了 这个是画实体工具里面的一种 这个是画球体 选择它一个中心 还有它的一个相当于是半径 它这个球体就出来了 这个是画椭球体 也就是说椭圆体 也很好理解 还有这个是画抛物面锥体 还有圆锥体 同样先确定它底面的一个半径 再确定它一个高度 然后这个椭体就出来了 这都是规则的一些实体的画法 我们来看一下 下面它还有个圆管 这个我们来详细的讲解一下 圆管那怎么来画 我们首先要确定它一根 要建立圆管的一根曲线 我们可以先绘制一根曲线 经常我们在画水管的时候 就可以用这样的一个命令 不管是曲线还是直线 这个命令的同样是生效的 我们选择这个工具 再选择要建立圆管的一个曲线 现在要确定的是一个半径 比如说我们输入个10 回车 后面这个是可以选择10 如果说同样选择10的话 它就是一个同样大小的一根圆管 如果选择一个半径是5 它就是一头大一头小的一根管子 我们输入个10 这就是一个圆管的一个画法 那么这个又是什么呢 这个是圆管 在圆管的尾端和起端 你可以加个盖子 盖子可是可以是圆头的 也可以是平头的一个盖子 我们来看一下 大家在这里可以看到 加盖平头 然后选择圆头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命令跟刚才的区别 就在这里 我们将它删除 下面这个是挤出封闭的平面曲线 我们首先画一个封闭的平面曲线 这个就是封闭的平面曲线 我们将它拉伸一下 好就挤出了这么一个高度的一个实体 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 挤出曲面 这个又是什么意思 我们来画一个曲面 我们让它拉开 我们之前介绍过这个双轨扫乱 我们现在继续用它来画曲面 选择两根路径 选择它的两根截面线 右键确定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命令 就是挤出曲面 选择这个曲面右键 右键表示确定来进行挤出 在这里你也可以选择它的一个方向 我们来看一下选择方向 比如说我们选择这个方向 也可以的 这个方向就随你自己去选 这个是两侧的情况下 可以选择加盖是否 目前是不加盖的 否 这就是一个挤出 曲面的一个命令 我们接着来了解下面的一些工具 从物件建立曲线 首先看第一个投影之曲面 从这个工具的名词上面来理解的话 也非常的好理解 这是一个投影工具 就是一个投影工具 我们首先画一个圆柱 然后画一根曲线 随意的画一根曲线 这个是投影之曲面 目前这个曲线并不在这个圆柱面上面 那么我们可以通过这个命令来将这根曲线投影到这个曲面上 我们首先选择这根曲线 然后选择这个命令 再选择 这个要投影到的曲面 选择这一步的时候 我们一定要在对应的视图来进行投影 比如说我们这里 现在是在前视图来选择 右键 它就可以顺利的将这个曲线投影到这个曲面上 比如说我们在顶视图的话 将会投影失败 因为从顶视图来看的话 它和这个圆柱体并没有一个交集 包括右视图也同样的 我们再来看下来这个命令 将曲线拉至曲面 我们选择曲线 右键表示确定 再选择这个曲面 大家看到了 跟刚才投影不太一样 投影是垂直拉至那个曲面 从这个前视图看来 它并没有变形 这个命令的话 就是说将这个曲线拉至曲面 它是变形的 在前视图来看 这两个命令的区别就在这里 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 下面这个是复制边缘 好 左键复制边缘 这个也经常用到的 我们选择 要复制的边缘 这个边缘曲线 就是这样的 就是这样的 这就是一个复制边缘命令 我们再来看一下 下面这个是复制边框 我们画一个立方体 我们来看一下 选择复制边框命令 点击 然后现在要选择 要复制边框的曲面 或者多重曲面 好 我们右键 确定 现在这边 左上角这里出现了一个 没有边框 被复制 这是什么原因 因为这个是要多重曲面 那么所以说 我们要首先将它炸开 选择 炸开命令 好 现在它是 每个面都是单个的 以后我们来 再来看一下 选择刚才的命令 右键 然后我们将这个隐藏 将这个立方体进行隐藏 好 现在就是一个边框 刚才复制后的一个边框 我们接下来看 我们说一些比较常见的 就是抽离结构线 选择 这个抽离结构线命令 选择要抽离结构线的一个曲面 好 现在我们就可以看到 现在已经出现了 我们可以抽取的一些结构线 这个是 U方向 那么比如说我们要选择 它另外一个方向的怎么办 这边有一个切换 或者输入T也行 切换 现在是竖方向的 这就是一个抽离结构线 好 我们可以随意的去抽取 这些结构线 好 右键 右键或者回车进行确定 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物件的一个交集 交集就是两个物件相交的地方 这就是交集 我们还是举例说明 好 我们先将刚才的一些线进行删除 先将它们组合一下 然后选择这个确定之后 隐藏或者是锁定 这个也同样锁定 我们将落余的线先删除 好 解锁 我们现在看来这两个物体是相交的 那么我们来选取一下它的一个交集 好 选择之后右键确定 这就是刚才我们画的两个方体的一个交集 是一些线 我们接下来了解一下这个网格 网格它是很多程序使用渲染的一个方式 但是我们犀牛的建模方式是Nobus建模 跟常规的一个网格建模 程序不太一样 它两种建模方式的信息完全不一样 并没有一个简单的方法 可以将网格模型转化为Nobus模型 我们常见的一个3DMarks 就是采用多边形建模 然后犀牛是采用Nobus方式建模 这个我们简单的了解一下就可以了 好 我们将它关掉 再来看一下 这个是组合 这个是榨开 这两个是一对的 并且它们是用法是相对的 这个是多重曲线 我们将它榨开 鼠标中间滚轮 弹出这里有一个榨开命令 现在就变成了每一根单独的线 然后我们要将它组合的时候 可以全选或者是选择你想要组合的一些线 中间滚轮点击组合 它们就可以组合再起 但是这根曲线 跟下面这一根能不能组合再起 肯定是不行的 因为这两根线要交接再起 才能进行一个组合 并且是它们端点跟端点之间的一个接氧 这一根能不能组合